姑娘两口子觉得谁家都有困难 清歌家不好过也都知道 理解归理解 规矩是规矩 当初白纸黑字签订的协议 那不能是一张废纸啊 那得执行啊 那就问问李大娘儿子怎么个事 话是这么说 但是李大娘儿子家的情况啊 那老爷们说话这么费劲呢 他家情况特殊 特殊到什么程度呢 就这么跟你说吧 他们家说了算的人 既不是李大娘的儿子 也不是李大娘的儿媳 你看人家日子过的 姑娘没在家吗 姑娘没有 在哪呢 但是他需不需要他回来 咱们一起 不需要他回来 那您就能做主事吗 不需要对 熊妹俩还签了一份协议 说就是吴吴孽 他那家也同意了 给一个人 对啊 那咱们也同意了 还有弟弟 你还能让我给你 你不得钱你不得给吗 你不得钱你不给啊 你出的钱你从现在签 喝到我 我还定家 你你 我这养我一年了 我妈吃不吃了吗 他从现在签的行 你就从现在给呗 他从啥时候养我 啥时候给的呀 对啊 从啥时候养啥给的 去年才养的 去年他养的去年 他没写结议 他从现在才写结议 我为啥给去年呢 那当时杀的时候 有没有提到这件事 杀的时候提到了 他说给 他说给 你那时候你跟我 公公家说 这支补钱 你还啥都给的 支补钱不要玩 你现在又要支补 那不行 我就当二协议 你就是打官司 就也当二协议行 你啥时候写协议 啥时候就 就当啥时候算了 不是那我要是八倍 我要是说十年 不找你的话 就是就我这么养 我十年 完了等到啥时候 写协议这老太子 就白个字 那老太子不是 我送你家去的 现在看 双方出现分歧 都因为协议内容上 没有具体写明 给付租金的 旗帜日期 租金双方各有说法 说是说非 也成了一笔良心账 我意思不 要他们掏点钱 就搁我姑娘这干的了 完了之后 完了记者找的 他不也没掏吗 也没掏 我说咱就印了 咱就养了 就这么养了 完了他们又挑 我姑娘 刺目的不好吃的不好 还上哪个人 像给他那个儿子发的 说我姑娘给他吃点麻烦了 我差啥不养了 知不知道 就差这个 就是你们觉得 他都灭你了 然后你不想养了 对啊 我姑娘残疑人 伺候能像正常人 正常人还不一定能刺目好的 他还挑我姑娘 刺目不好 他上次让人家说 说他嫂子 你咋不给妈交出事啊 我姑娘残疑自己 什么事都交不了 我从来没说 我老师我早就说 我没说 是父王给我妈交出事啊 行啊那过去事吧 我从来都说了 你们自己 你们良心的办事就行 那可不是的 人家坐天台看我爸你 人人都有哪个一家 那你说老爸这个家的 你说你为啥你把那个 就是厨房门锁上呢 为啥给厨房门锁上 你知不知道 我跟我们挺不熟的 我太子我们给生 你锁厨房门 我们给生吃的时候 那老太子 没人家跟他 跟他愣好贴 一个就是吃 给厨房门锁上 老太子给他 成块都给他端到屋去 他锁厨房门 我姑娘就怕他上屋 摸这摸那的 咔嚨房门锁